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便一个不知名的打马的聊天截图就可以把他们吓得恐慌的去超市一顿段采购 并且吓到他们不敢出门 武汉还是低风险地区啊 随便一个自媒体戴个眼镜穿个制度只要感觉很专业 说房价不敌他们立马焦虑的就要去卖房子 如果这个世界按照他有钱或者他有权 那么他说的是对的 我们不能反驳 那真的就没有我们这些年轻人什么事了 什么比尔盖茨 马云他们早就统治世界了 我们从小是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下长大的 就导致我们一定要培养一个可以看清事实的眼睛 培养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而不是那些资本说什么 那些有权有钱有地位的人说什么 我们就信 也不能看到一个不符合我们认知的言论 就破破搭 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 这件事情背后的逻辑是 我们从这每一件事情上能不能学到一些东西 从哪帮助到我们自己 我希望的是我们这代人 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世界 你觉得社会不公平对吧 被权贵垄断 那你就努力成为权贵 去打破这个垄断 你觉得医疗环境不好 那你就努力成为医生成为院长 去提供更好更公平的医疗环境 你觉得教育不公平 那就努力加油去成为教育局长 让更多的孩子享受更公平的教育 我曾经是个运动员 我没有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 那我就争取成为羽毛学运动员里面 做生意最好的 创业四年 原创教学做了一千多个 现在我的视频点击量全网一个月至少八千万 就靠点击量 我一个月赚也可以赚个三万多块钱 全网不说多吧 一百万人有看我的视频 学到羽毛的技术 我自己创立了品牌 底信 上限不到一年 销售额就破了一千万 而且我底信的球拍都是四十五天 无理由退化 没有一个品牌可以做到 我可以 我的羽毛学院落地了两个月 现在排名额都排到十个月份了 天天都是爆满 未来包括知识付费 线上的一样的大事羽毛学院 包括我的赛事IP 体育大健康 我至少还有三个以上的项目要逐渐落地 我也在为了我的理想而拼命努力这样 运动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也好 对于我昨天说的菜某也好 或者对于林丹也好 那都是已经过去式了 我们现在是以一个菜了的身份 重新踏入这个社会 我们现在显然就不是比球技的年龄和时机了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 这些厉害的人给我们带来的辉煌瞬间 给我们带来的金牌 但是投下球场我们需要竞争的是什么 是提供价值的能力 是造就就业岗位的能力 是纳税的能力 想要把世界改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你在网上骂街是没用的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大家共鸣 再补充个小广告 8月8号到8月10号 在我的淘宝店铺 国语严选说三遍 淘宝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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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语严选 国语严选 你们购买 任意一款球鞋 我免费请大家打一个小说的一套球 最近新上这款球鞋 就非常 它是对标YY超新的 好穿 减证 并且性价比极高 大家可以考虑考虑 微信公告号 杨树大神 记得关注 谢谢大家支持